城门失火,殃及驰鱼 据说在春秋时,有一次,宋国都城的城门着火了。 火光冲天,大家都用护城河的水来救火。 结果,火扑灭了,护城河里的水却被用干了,而护城河里的鱼也干死了。 还有一种说法,一次,城门失火,蔓延到一个叫持种鱼的人的家,结果把它烧死了。 人们就说,城门失火,殃及驰鱼。 城前碧后 周朝初年,武王死后,城王即位。 并有武王的弟弟周公帮助皇帝搭理朝政。 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,管书贤,蔡书渡,发动叛乱,想夺取皇位。 周公很快就平息了战乱,而此时,城王也已经长大了,周公就把朝政交给他处理。 在祭祖时,城王对文武百官讲了前面的那段历史,并说了,与其成而并后患,意思是,从前面汲取教训,以防后患。